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在买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在路上随处都可以见到各种品牌 各种各样的车子 其实在国内汽车市场 很多人买的最多的就是德系车和日系车 这两类车其实质量都不错 尤其是像在十几万价位的车子 性能和配置都是很好的 汽车市场不断推陈出新 车子的性能也不断地改良中 可能昨天刚上市了新款 第二天就被性能更优秀的产品抢占了市场 汽车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大件物品 它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 所以机会人人家里都会选择购置一台汽车 然而很多汽车上都安装了电子手刹 非常的方便 高档 为何大多日系车都不用呢 真正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 虽然电子手刹听起来十分高档 理论上来讲 它和机械手刹的原理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刹片对刹车盘进行摩擦 是汽车制度 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而电子手刹虽然看上去小巧 便于使用 但是它的内部原件更多 从而导致汽车故障率更高 电子手刹的原件更多 而机械手刹的内部原件比较单一 如果出现了问题 机械刹车可以立即找到问题的根源 便于维修 如果是电子手刹的话就会很慢 而且维修起来很不方便 维修费用也非常的高 日本系的车子追求车子的安全性能 不会在手刹技能方面突出设计 而是把安全性能提升在车子的其他位置 所以 这就是日本人不用电子手刹的原因 不过也不是说所有日系车都不用的电子手刹 日系车型还是有使用电子手刹的车型 只是使用率比较低 看完相信以后选购汽车的消费者 也要多从安全方面考虑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